你看你的瓶线,我们叫XC的瓶线 你的瓶线走了,所以影响到你的ACL后面很痛 没事的,很简单 不用太刀了 压到在这里,所以你的脚到90度而已 它一步打,很痛 90度少少 那也很 不不不 行,小四群 是这样的,梁先生 他在日本的老师教练,让他开刀 然后我们不同意 就是6月27号 去中午 去中午,天津 他们有个医生,以前的国家队的队 然后他给他做筋膜枪 就是把肌肉打松 他给我的解释是 中间不是装了吗 他可以把他大腿打松 因为原来是因为他紧才断 他把肌肉打松 大腿的就可以往上 小腿也打松往上,他慢慢就会去 但是他真正的去 连接需要很久的时间 因为是人带的关系 人带要时间一点 最重要的 因为他的锐头 他的锐头全部一定要 伤口要有 有那个位置一堆了很快的 然后现在我们在做筋膜枪的管 第二个就是我们教体能老师 因为他是说他体能老师 都不行 然后我们请了个体能老师 让他做一个全身体能的锻炼 也是差不多锻炼了三个星期左右 还有我们又去了一个骨科医院 还没有认识你之前 去了一个骨科医院 那医生就给他 我等一下再说 那个医生就给他摸了 他说 你那两个骨头不在一个位置 对 脱位一样 然后他就嗶嗶按了两下 就证了 证了以后呢 你再去打筋膜 没事才可以找 还好 目前就是这样 对 然后因为我说 1月到5月的时候呢 他的腰有所有伤 哦 可以明白 是什么东西呢 还有 B4B5 B4B1压 B4B5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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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B5S1 然后 然后他就叫腰椎分离整体 就是当时还有一天 几岁啊 当时13岁 13岁而已 OK OK 这已经好了 因为一刀刷影响到 给身份影响了 对对对 13岁OK了 很等待了 不用担心 最后一个就是 他休息了5个月 没有做任何治疗 他就自然治愈了 治愈 治愈以后 然后就参加两场比赛 到这里开始了 明白 代表日本 代表学校 在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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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Underlust OK 它就是association 对对对 不要担心 哈哈哈 可以 可以 不用担心 等一下舒服很多了 是 是 好 请坐一下 可以 出现 好 好 还有一个 有请 Ну 呀 是